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而且解放期的文学跟建国以后 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 它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所以要理解 要了解当代文学 特别是十七年的文学 我们不能不知道它的渊源 解放期文学是当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渊源 另外我们也应该能够欣赏各种不同的文学审美风格 所以解放期文学它是有特色的 另外我们通过解放期的文学 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来了解体验当时那段历史 所以下面我先把解放期文学的一些概况 特别是小说创作先说说 然后会重点来讲到孙黎 赵树梨 还有朱立波等作家 先讲小说 解放期的小说它的题材是非常集中的 大概有三个方面的题材 就是说一个是土地革命 就土改了 第二个是发展生产 生产运动 第三是武装斗争 都是当时解放期的大事 也是都是重大的题材 你可以看到解放期的小说 它跟当时的革命中心任务的配合 是非常紧密的 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这样的口号 就是写中心 唱中心 就是说文学唱作 文艺唱作 都是为中心 就是为党的 为政府的 一些中心工作来服务 所以当时表现武装斗争的代表作 有些很好的 像《新儿女英雄传》 它的作者是孔瘸和袁静 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 有个《儿女英雄传》 也是挺有名的一个张会小说 所以这部小说它就加了一个心字 也是张会体 也是用传统的那种笔法 但是它是写英雄 写革命斗争的英雄 解放期的英雄 里边也有一些《儿女秦娼》 也写一些《儿女秦娼》 但是线条比较粗 这所谓通俗小说了 所以现代文学中 延续了古代传统的张会小说 这个形式 有不少这样的作品 这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 所以《新儿女英雄传》 是解放期的一个张会小说的一个代表作 写武装斗争的 那么写发展生产 这方面也有些作品 我们知道发展生产 当然是当时解放期关系民生 一个重大的任务了 当时描写这方面的小说 比较著名的有一本叫《高干大》 是欧阳三写的 欧阳三是一个湖南人 本来是一个很欧化的作家 在上海成名 那么到了解放期以后 它的文风大变 从非常欧化 变得非常的大众化 那么这部小说是很值得注意的 它是比较早的 对革命阵营内部的那些不政治风 包括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 还有左倾路线 进行了批判 这个小说的内容 写的是华北农村 有个地方叫人家沟 当时土改了 就1941年 实行土改了 土改以后就搞合作社 为老百姓办合作社 当时大生产 可是在这个搞合作社这种运动的过程中 那些干部 就是自知到对上负责 拿了老百姓的钱 不给老百姓办事 所以群众意见很大 就把合作社叫做活作社 后来有个农民出身的副社长 就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 叫高干大 他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 他办合作社 办云行 办药铺 也搞运输队 就为老百姓改变贫困 做了很多的事 得到老百姓的赞扬支持 这个其中小说里面写了一个很左的 这位喊口号的 专门给上级排马屁 这样一个干部 就是跟高干大之间的发生了一些矛盾 也给高干大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这个 但是当时的上级部门呢 对这个矛盾呢 不表态啊 不表态 所以这个高干大 这个人物的描写呢 是很真实的 他不是高大权 不是后来文化革命中的 那个高大权式的人物 小说提出的问题也是很现实的 就在那样一个解放区 政治环境里面 怎么为 真正为老百姓办一下失事啊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作品 这个比较真实 现在看起来 我们也可以通过他来认识解放区当时的大生产运动啊 土改啊 一些情况 解放区文学啊 我们怎么看啊 现在文学史相对的说讲的比较少了 因为大家认为他是很政治化的文学 确实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状态下产生的一个文学 但是注意啊 这是一个新型的文学 他新在哪里呢 我觉得有四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呢 他是思想立场 就是作家的立场呢 受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带有很鲜明的时代的特点 这个新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 因为以前的作品很少讲的 是吧 第二个呢 写工农兵生活体制 表现人民群众的实相感情 他表现 绝大部分都是底层 普通的农民 这也是难得 第三呢 是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 民间化 大众化 第四呢 他创作呢 也形成了一个自主的体系 就是解放区的文学 他自己有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呢 对五十年代以后 我们中国的文学 大陆的文学 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无论 我们怎么去评价解放区文学 是吧 你可以说他政治化 也可以说他这样那样 但不能否认 他是非常有特色的文学 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 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想呢 现在我们因为 还没有充分地拉个历史基地 那么对他的 这个解放区文学 这种现象 我们研究还不够 是吧 特别这些年来 对革命文学 解放区文学 因为大家 这个这些年来 好像都把它看成是一种 政治化的文学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弱化了 对他的研究 其实作为一种文学现象 解放区文学 是非常有特色的 也出了一些很有贡献的一些大的作家 下面我们就来讲 第一个问题 是孙黎 丁林 和朱利波 就是解放区出现的三个重要的作家 孙黎 丁林 以朱利波 那么 孙黎 是可能是 赵树里之外 最重要的作家 在解放区来说 是吧 孙黎的小说呢 这个主要也是写农民 但它有个特点 它比较 发掘 农民的 那种灵魂之美 人情之美 是吧 在艺术上呢 也比较追求诗性的那种 这个风格 里边 书情性 风俗性的描写 比较充分 有一种浪漫主义 艺术的气质 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赵树里 如果说赵树里的作品 有点像杨柳青年画 又是大红大绿 这个 比较粗旷 比较夸张 是吧 有点像 也有点像木刻 你特别是 以前有摇动派木刻 古延为代表的 就是轮廓 非常清晰 线条很粗 有很浓烈的那种乡土味 看起来有种拙劲 那个孙黎啊 也是解放旗出来的 但孙黎的作品 跟刚才说的 是吧 这个赵树里的作品 搞好相反 他的作品有点像 我们传统那种水墨画 是吧 国画里面的水墨画 淡淡的很单纯 主要是写意啊 所以有人说 解放旗的文学 是行根文学 那么五四以后啊 新文学都是有些欧化的 他主要读者群 就是知识分子 然后是一小部分 一部分市民读者 这个大众的 一般普通的像农民 工人 是很少读新文学的 他是拖 基本上是脱离底层 脱离大众读者的 但是解放旗文学不一样 解放旗文学可以说 他重新回到民间 在一定程度上 又回到了传统 所以他就是行根 但是这个是一个 硕大的一个行根 我不要理解为 这个 就是呢 赵树里那样一个行根 才是行根 好像就是像赵树里那种 风格的行根 当然很重要 赵树里的艺术形式 奄言 多次呢都来次 民间的说创文学 等一下我们专门要讲的问题 像快板书 说书之类 而孙黎呢 他是不是行根 他也是行根 但他的根 主要是传统的文人的文学 不一样 解放旗文学 最大部分是 这个 他的根在民间文学 那么 孙黎呢 更多的来源以文人文学 包括像 古代也有 像聊斋啊 叶威 草堂笔记啊 还有些笔记 小说资料 当然呢 孙黎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 是吧 解放旗的作家 像赵树里 接受外国文学影响是很少的 但孙黎有 如果说 赵树里的特点是土 那么 孙黎的特点呢 可以说是雅 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解放旗啊 绝大多数的作家 都是追求英雄传奇 重大题材 像刚才我们讲了 是吧 比如写战争 写那个生死 搏斗 欲邪奋战 写时代变迁中的那种 大的冲突 矛盾 这个色彩呢 一般都是很浓烈的 线条很粗犷 这也是一种 立之美 是一种潜心的一种风格 但是孙黎走的呢 却是另外一条 艺术的路子 他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 叫单纯之美 这首先表现为 这个题材的选择 同样是写那个特殊的年代 以战争为背景 但是孙黎啊 他很少直接去表现那个战争的场面 他是写战争背景下的 家务事 儿女情 是写战争背景之下的人情美 人性美 所以这是孙黎的一个 非常自觉的一种艺术的选择 他自己一样说过 我看到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 我写了一些作品 看到邪恶的极致 我不愿意写 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 可以说是理心刻骨的 可是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 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 所以孙黎啊 他不愿意直接去文学中性 表现那种邪恶的东西 不是说他回避 或者没有认识 主要他认为文学的责任 是要唤起美的感觉 是要纯化人生 当然这可以说是孙黎的选择 也是一种很可贵的艺术追求 其实文学史上 也有过很多类似的作家 所以这是孙黎的艺术追求 艺术过性 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作家 全部都像鲁信那样揭露人生 或者全部都像张爱玲那样 带着灰暗的心情 去写暗淡的人性 去观察人生 作家应该是各式各样的 就像生活本身 它也有各种不同的画像一样 我们对于作家的艺术追求 本身不应该轻易地保贬 就是说轻易地拿一个作家的作为标准 来要求恒定另外一个作家 因为他们的追求选择可能不一样 只要他自己选择的审美的方向 艺术的追求能够充分地起得成功 那么这个就足够了 事实上像孙黎这样的作家 在解放期也是比较少见的 他的能够成立 他能够站起来 他这样的风格 这样细腻的 这样赞美的 这样的风格 能够起来 并成为解放期小说 一个很显著的方面 起码从一个侧面可以弥补 我们对解放期文学的 那种笼统的一般性的看法 其实解放期文学 其实它也有细腻的一方面 它是很丰富的 我们读孙黎的小说 可以发现 这个作家最擅长写 人性之美 人情之美 这个小说形成了一种单纯的情调 总是带有某种很温暖的那种诗意 孙黎他喜欢写儿女情 特别写乡村女子 那种天然的直铺的爱心 和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些乡村女子 他们对于家庭 对于民族解放事业 都是默默地理解支持 他们普遍都有一种坚硬的 从上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现在读起来 虽然好像有一点时代的隔磨 但这些形象仍然是那样感人的 孙黎小说啊 多数人物都是乡下的父女 像有篇小说叫《丈夫》 《丈夫》里边的那个媳妇 像荷花店和竹妇里边的水生的妻子 像《卢花荡》里边那两个女孩子 像《总》里边那个女姑 《慧秀》 还有《长》 这本小说里边的《浅花》 《纪念》里边的《小鸭》等等 这些妇女啊 特别有些年轻妇女呢 可以说都是国际神态 每个人都写得很活 他们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啊 都表现出一种比较高尚的 情招 是吧 刚毅的性格 以及呢 对革命的那种激情 乐观的那种精神 所以孙黎啊 从这些纯真见美的青年妇女身上啊 就在挖掘一种 这个时代精神真美 现代文学史上啊 写劳动妇女的作品不少了 是吧 但历来写的都是苦难 以苦难极多 从鲁信祝福开始 夜神陶一生开始 还有呢 像三十年代 像如实为奴隶的母亲 等等很多 历来都是写 写底层 写劳动妇女的苦难比较多 但孙黎呢 写的也是底层妇女 但这些妇女呢 是解放期的 是在一种新时代啊 这样的妇女 劳动妇女 她们的灵魂美 表现出来的 有更多的健康的色彩 所以我们说 她有一种单纯之美 那么这种单纯之美啊 不光是体现在 孙黎的题材 也体现在 她的小说的结构和笔法 那么孙黎啊 她的美学追求 是非常独特的 她的小说一般 情节都很简单 没有完整的那种情节 也没有很激烈的 这个冲突 或者很传奇的那种故事 她的细事呢 一般都是单线 没有副线 都是采取一连串的生活画面 把它串通起来 她喜欢用一种散文式的 一种抒情结构啊 那么在描写上呢 她也是最喜欢用的 情景交融的那种诗的书法 所以孙黎啊 她是很执着 很认真的来追求小说 艺术里面那种 以言之美啊 她把以言的通俗和优美 简练和细腻 直率和含虚 清淡和浓烈 这几个方面呢 都很活泄的 统一在一起 这样呢 形成了她自己 清新 明镜的 以言的风格 所以 单纯之美 单纯的风格 所形成的那种 特别的美 是吧 这个 在孙黎这里呢 是成为她一个主体性的一个风格了 但是这种追求 这种风格追求呢 也有她的 是她的特色 也可能有她的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这种追求 这注定比较偏重于小品 小篇幅的 这个作品 偏重于虚 而不太适合表现大场面 就不太 不注意成就史诗 就是说啊 她生理的作品 不属于那种 非常有气势的 宏大的 黄中大理 但是可以说是 冬销 横吹 她不是大江东气啊 但是她有小桥流水 就是说 她有她的优势啊 当然我们前面说了 不一定非得 拿这个大江东气 所有的作家 都是大江东气 拿这个标准来要求 那个 其他的作家 也不合适 所以孙黎啊 她是一个 非常有过性的 有成就的作家 在她的影响之下呢 这个解放以后啊 中国 在北方啊 以河北天津 这个为中心呢 形成了一个 小小的文学流派 叫荷花殿派 这是孙黎 我们就讲完了 那一让怎么回事 接下来 完成了 小的路 请你找到